很易 你们认同吗 认同 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趣就是 他今天的演讲给我感觉到 他真的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幽默的成分 你们认同吗 大家都认同对不对 还有我觉得他有一个很特色的地方 就是他的肢体语言非常的大 肢体语言非常大 甚至都有公价 甚至是好像有一些朝中大戏的公价 都有展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特色的演说家 那么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 他还有不同的这个方言 或者是说华语还有广东歌对不对 是不是有很多种的方言的才华 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非常有特色的一种演说 那么在新加坡因为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以这样子的一个演说方式是非常大 尤其在最花林我们这里很多大哥都听潮州话的对不对 大哥很亲大哥都是潮州话 所以他刚才的工价已经是达到了潮州大戏的工价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我们的沈西东会有还有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他有讲说他希望通过讲演会成为一个强者对不对 我想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强者 因为他这么的努力他这么的敢展现他的才华 那么此日可待他将是一颗明日之心 那么同时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觉得 西东会有呢在刚才在演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我想你都比较集中在这个左边的舞台 我想那是不是可以站到比较中间来或者是在舞台能够做一点点的移动 就是不要只是集中在这边 这我以前也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共同努力 我们共同努力 还有就是刚才有提到的 我觉得其中有一段可能我们大家稍微的来注意一下的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方面 我觉得可以再好一点就是我们尽量不要把手插在口袋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很容易的被副略的一些小动作 也是我们时常在一种情况之下 不懂得把手放在哪里就很习惯的想要放在口袋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都愿意去把它做得更好 甚至感谢更好的一些小小的建议 那么我想呢要成为强者 以我们省会有的资历来说呢是不成问题的 那我们更希望的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讲演会的平台 大家互相学习之后都可以学到更多更多的技巧 包括了一些自体语言 一些展现的技巧 这些都是我们共同要努力的 那希望呢同学可以我们的会友可以加油 那么我们在大家努力的情况之下 在高峰就可以相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苏定一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第三位参赛者 钟真一 钟真一 大家好 沈静中先生 你好 刚刚我看到他坐在那里 我也是哪个天王巨星要上台 今天也为了这个表演 讲演 他也特地穿着打扮 一生呢就是有非常的用心 因为我觉得呢站在台上的 就是要有很特色 所以他一上台我注意到他了 那么呢开始呢 感觉他还就是 很文静的 可是慢慢慢慢带路呢 感觉到他有这种幽默感 还比我们今天比赛的 幽默参赛者还讲的要好 掌声鼓励 对因为最主要呢就是他开始呢就是 这个有布局 有一个层次 开始呢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 没什么 慢慢进入到状况 然后主题 因为他今天所讲的主题是 笑谈讲演录 对吗 所以呢要达到这个笑点 还有呢要演讲 也有他的里面的内容 要有整个的这个呈现 我觉得呢 他让我们感觉呢就非常的轻松 很有风趣 而且呢表情跟动作都很不错 那么我想建议的呢就是 开始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的最好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呢 尽量的可以站到台的中间 他一开始好像是他是配角 我就一直看他怎么还有谁要站中间吗 他一直站在这里 这个方向 而且麦克风的控制 有点远 变成你讲话这样 人家的注意力就比较不能集中 如果你的讲演的时候呢 你的麦克风控制的非常好 你的语速呢都很平均的话 这样人家听起来的时候呢 会更加的舒服 更加的清楚 有那个层次感 就表现的更加的好 好所以呢 我觉得在你整个演讲 还有就是带唱歌 唱歌是很好 可是今天我们不是国际演讲比赛 不是很多语言的 因为我们这个讲演是华语讲演会 所以呢你参加了第一个就广东 哇我说你广东 然后福建 然后在这个潮州 如果我们在这个表演的时候呢 非常好 这个可以带出来 可是我们也讲演的是不允许别的语言在里面 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么在表演当中的整个的这个呈现 所以要有一点局限 因为我们讲演怎么样 我们的这个表情跟态度呢 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控制 那么总结来说呢 你的整个的要呈现的 你的这个主题 我觉得都可以讲达到80%的完整性 只是这些小细节 还有你整个人呢 你在台上的那种信心 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整个的布局呢 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呈现 所以希望你在节再厉 在我们的讲演会呢 能够做得更好 你一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位 感谢 请塑敬一分钟 请塑敬一分钟 好 第四位参赛者 陈荣贵 请到台上来 陈荣贵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沈旭东先生 你好 现在我们开始 回应一下刚才沈旭所讲的东西 在优点方面 沈旭一开始就很生动 那种很生活化的表现的 他今天要讲的那个纪律的那个主题 那他很简单而要又到位 他会扣住我们的心血 想要听他接下来讲些什么 在比较不完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可能他刚才为人要表现出他的我们演讲演会就包括演跟脚 所以表演啦 然后他唱歌当然可以因为刚才我也有唱 但是他唱华语歌其实我觉得华语歌蛮好的 但是他唱的太多不同方面就变成有点化身 然后我有一点主题失教啦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 有时就是好像时间也好 这个都是我的做 刚刚好就好 那么 基本上我是说如果在一个 演讲演讲者本身其实要有应该要有一个结构性的演讲 那结构性应该就包括一开场的主题 一开场要告诉大家什么 然后告诉大家一开场的那个背景了以后 那么切入我们应该要讲的那个内容 然后内容讲完了 那个总结就应该是一个能够让大家回味的一个总结 但是很可惜今天就没听到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 啊